电视剧《传家》由吴锦岩、秦岚、聂远、张楠和韩庚主演 这部电视剧中的大部分演员也都是观众比较熟悉的面孔了 通过一家的兴衰发展来展现家国天下的变化 更开始一家确实是矛盾重重 但是当家族遇到大问题的时候 这些女人们团结一致 共同抵制外部的困难 剧中的五位女主表现也非常不错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 她们会有怎么样的结局呢 1.柳清芬 柳清芬是易中秀的好姐妹 这个姑娘很有爱国情怀 只不过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 她的这种思想有些格格不入 所以总是会受到别人的厌恶 后来在战争爆发的时候 柳清芬毅然决然地奔赴战场 一个弱女子让身边人对她刮目相看 她和易中杰也在战场上相互扶持 终结危在旦夕的时刻 柳清芬救了她的性命 志同道合的两人走到了一起 2.易中灵 作为家族中的长女 易中灵一直都本分规矩 她身上有一些刻板教条 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 这样的大小姐才更加符合大家的审美 易中灵看似温柔 但是做生意也是比较有手段的 属于外柔内刚 但是易中灵对于自己的婚姻 一直都有苦难言 父亲为她千挑万选的丈夫 与自己的性格格格不入 但是易中灵为了家族 还是需要隐忍 好在习伟安是真的喜欢易中灵 所以愿意耐心等待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习伟安以卧底的身份 赢得大家的尊重 也赢得了易中灵对自己的爱 3.易中秀 易中秀是家中最小的女儿 相较于另外两位姐姐 她的生活要更幸福一些 这些年一直都有母亲的悉心照顾 她虽然无以家产之争 但是母亲不愿意将这些家产拱手让人 所以在母亲的授意之下 易中秀也加入了争夺家产的队伍 易中华对着三女儿还是比较偏心的 不然也不会为了三女儿张罗好亲事 也许从一开始 易中华就想把家产传给三女儿 但是易中秀还是没有把握出机会 她到底还是单纯了解 现在易中秀的身边也出现了不少追求者 陆培就是竞争者之一 刚开始易中秀不喜欢陆培 后来她意识到自己喜欢陆培的时候 陆培已经在战场遭遇不测 易中秀也失去了自己的爱人 她的结局也是三姐妹中最令人饿玩的一位 4.易中玉 吴景言饰演的易中玉 自从回家之后就锋芒毕露 导致自己的父亲对她很防备 但是易中玉真的很有惊伤头脑 在父亲遭遇不测之后 易中玉更是凭借自己的才能 撑起了整个家 她刚开始带着目的追求唐凤吾 后来两人也算是两情相悦 创造了一段佳话 可以说易中玉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这也算是对于她不幸童年的一种弥补 毕竟易中玉一直都是一个 比较缺乏安全感的姑娘